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边提到的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发生这个right miss的时候 它的这个运作的机制大概会怎么样 我们这边想到的当然就是说 right miss当然就是指说我们要写入资料 我们把资料写入cache的时候发现说 这笔资料并没有在cache里面 没有在cache里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 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把资料把它搬到cache里面来 那搬进来之后我们把资料再把它 就是再把它写到这个cache 就是它看到搬到cache的什么地方 我们再把这笔资料写到这个cache相关的位置 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实际上在这里我们有两个机制 它是就是这边是写说 它是for这个right through跟这个right back 它有两种不同的机制 一个叫right non-allocate 那什么是right non-allocate呢 它指的就是指说 根据我们刚刚的描述我们第一个动作 我们会先把资料从memory抓到cache 然后再写到cache 但是就这个right through来看的话 它说我们可以直接 我们直接就把资料写到memory 我们并不需要再把资料 把它抓到这个cache里面来 再写到cache 所以它等于是它不抓资料抓到cache 它就直接把它写入这个memory 因为这边写right through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right through它是你每一次write 它也一定会写到memory 它会把这个cache跟memory 做这个synchronization的一个动作 在这里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 为什么我们不要把这个block 把它fetch到cache 我们就直接写到memory里面去呢 同学可以想想看 我们其实有一种operation 在那个operation里面 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把所有的资料 全部把它抓到cache里面来 因为我们抓到cache里面来 是support说我们往后 这些资料它还会很快地被access到 举一个例子而言 我们在program里面 program里面我们最常见 一开始program的时候 在这个mainprogram 或者是这个function 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initialization 比如说我们就是对一个array for i等于0到1000 我们就是去把这个a i都设为0 这个ai设为0我们知道说 这个只是一个起始的一个动作而已 它只是一个算是一个reset 把它全部都清为0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表示说这个a1 a0 a1到a999都是我们之后马上就要用到的这个data 所以类似像这一种initialization 我们一开始我们是要把一个0把它写到这个资料里面去 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做一个reset 那reset完之后你program继续run 它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AI 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如果是用这一种 就是所谓的right no allocate这样机制的话 它实际上是符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有帮助的 它并不需要就直接抓到cache里面来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这个write back 那write back它是整个block 全部被踢出这个cache之后 它才会把这个资料整个 就是如果这个block它是dirty的话 它会把它写到这个memory 所以类似像这个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要fetch block 我们把这整个block从memory 先读到这个cache里面来 那你再做一个write 所以这种是属于write allocate 它有做fetch的动作 那这个write no allocate 它是没有做fetch 那我们这边看一个intensity FestMap 它是一个embedded的MIPS processor 它有12个stage的pub line 它在每一个cycle 可以有instruction access跟data access 所以我们知道说它是separate 然后它的cache 有独立的i-cache跟d-cache i不是apple的i 这是i-cache跟d-cache 它的每一个cache 不管是instruction cache 或者是data cache 它每一个都是16kb 所以它的size是16kb 它怎么去分这16kb呢 它总共分成256个block 那每一个block可能是16个word 每一个block是16个word 所以16个word 那一个word的话是4个by 所以它是64个by 那它这个data cache 它可能是write through 或者是write back 所以根据它的这个run spec2000 它的这个benchmark 它的misrate instruction cache 大概是只有0.4% 同学可以看到 这不是说它的这个hitrate 只有80%、90% 这个都不够高 所以它是0. 它的misrate只有0.4% 那data cache的话 它这个比较没有办法 像这个instruction一样 因为instruction基本上 你是只有branch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会猜错 不然你如果是sequential的话 它就是一直往下抓 所以这个data cache 它的这个misrate比较高 反正是11.4% 那平均的话 大概是3.2% 所以这个是我们 这个intensity face mask 它的这个cache的一个机制 所以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描述 它每一个block 就是有16个word 所以有16个word 我们这边word offset 就是4个bit 那4个bit 我们同学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block 它一个row就是一个block 那一个block后面的data 它有16个word 所以我们这边 那它前面还有提到 它是256个block 所以这边index是8个bit 所以这边是4加2 是6 6加84 然后32扣掉是4 剩下是8 所以这边18个bit 是tagbit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index这边 我们可以知道它到底是 access哪一个block 那这个block 那这个block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还要再比对 说这个tag是不是我们要的这个tag 这个tag是不是跟我们的tag是不是一样 所以这边的tag呢 它会跟我们这边的tag field 来做一个comparison 那当然要跟这个valid 它是valid bit 是enable 然后这个comparison 它也是equal 所以这样子就会hit 那另外呢 这边有16个bit 16个word 所以它的这个 就是说 我们是要从这16个word里面 抓哪一个word 我们就是要从这边 这个word offset 这边4个bit 做一个16选1的这个modic 透过16选1的一个modipressor 这边16个word 选一个word出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data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架构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 跟同学介绍的这个direct map 它的block size是16个word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memory 还有这个memory跟cache之间的这个boss 他们在传送资料的这个速度的话 我们知道说 cpu的速度是最快 然后cache可以搭配这个cpu 那memory的话呢 它的access就比这个cpu还来的慢 那memoryboss的话 我们从memory读出资料 然后接着还要透过boss 从这个把这个资料送到这个cache 这个boss基本上它的速度是很慢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个boss clock 那boss clock呢 它的这个工作频率基本上是 跟这个cpu的这个clock比较起来 是相对的非常的慢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boss呢 它在传送资料 基本上它是fix width 所以我们等一下用这个fix width的这个boss 来分析一下说 从memoryaccess然后toggleboss送到cache 那这样子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个时间 我们这边有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一个cache的这个block 的一个read 的read 当然就是说它已经missed 所以missed它必须要到memory去读一个block 把它读到这个cache里面来 那我们假设因为你要这个叫memory做read 你一定要先送一个address 那你送一个address呢 你的address transfer 假设它是一个boss cycle 那接着呢 就是说它要做一个dram的access 它需要15个boss cycle 然后资料读出来之后 再从这个memorytoggleboss 然后送到cache 它需要送的这个data transfer 它需要一个boss cycle 所以我们来看三种不同的这个机制 它大概分别需要多少个时间 那第一个呢 它就是说它这个block是四个word 所以你每次要读的话呢 就是读四个word 从memory读四个word 然后toggleboss把这四个word 送到这个cache 那它讲说这个是one wordwide 所以这个dram是one wordwide 它指的应该就是指说 我们在做一个memory的access的时候呢 它大概就是一次 就是读一个word 然后它的这个miss penalty的话呢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呢 它要先把edges送过去 那edges送过去 它只要送一次就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四个word 它不是不连续的 它是连续的 所以它你送一个起始的位置 它后面连续四个 连续的位置全部都可以读出来 所以你要一个boss cycle 来送这个address 那接着呢 它说一个dram的access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read 一个read access 它需要15个boss cycle 但是呢 它一次要读四个word 那它一次呢 只能读一个word 所以你总共要读四次 所以你这边要4乘以15 那你这样子呢 到这边就是把四个word 的字要把它读出来 那接着呢 我们要做这个transfer 那transfer呢 它的这个boss的wish呢 它也是one word 所以你要分四次送 所以你这边也是 要一个boss cycle 一个data transfer 就是一个boss cycle 那送一个word 所以你要送四次 所以你这样子一乘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说 它的你一个这个miss 它的penalty呢 就是需要65个boss cycle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所得到的这个penalty 那这个penalty 就是我们可以算出来说 它的这个bandwidth bandwidth就是65cycle分之16个byte 大概就是平均每个cycle 可以有这个0.25个byte的这个data rate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这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它的这个图呢 我们在课本里面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这种one word wide的一个memory organization 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的memory 一次就是access一个word 那它boss呢 它也是一次transfer 就是一个word 所以它不管是access或是transfer 它都要透过这个四次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机制 第二个它是forwardwide memory的organization 那这个forwardwide呢 我们看中间的这张图 我们一看我们大家就知道说 它这边的意思大概就是 你一次access四个word 它就可以一次就access四个word 它不需要做四次的access 那我们这边看起来boss也比较宽 我们就看图说故事 这边boss也相对的比这边宽很多 所以其实它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你一次data transfer 大概就是可以transfer四个word 所以你不管是access transfer 它都是一次就四个word 就complete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skin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到说它的miss penalty 它就是送一次address transfer 然后再做一次data access加15 然后再做一个四个word的data transfer 这个也是一个boss的cycle 所以我们这样加起来就是17个boss cycle 它的bandwidth大概就是17分之16 所以跟刚刚比较起来当然相对的就比较高 刚刚是多少呢 刚刚只有0.25 我们现在promote到0.94 这个当然是bandwidth是最高的 但是相对的这个代价 代价也比较高 这个hardware的代价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你要提供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high performance的一个boss 当然你的这个boss的这个hardware 绝对会比这种boss的这个cost 成本它要来的高 我们再来看就是第三种 这个大概就是属于折中的 它是所谓的interleaf memory organization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征是什么 它的boss的这个structure 跟第一种机制是一样 所以它的boss就是 它的transfer一次就是送一个word 可是它memory它不是像这样子 它是用bank 所以它是有四个bank 那四个bank是什么意思呢 四个bank 这边4bank 它是bank0到bank3 那0到3 这四个bank 它可以同时做这个data access 所以我们如果是需要四个word的话 我们需要四个word 四个word的data 我们access当然是分布在这四个bank 它是independent的bank 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做access 所以这样子的话同学大家就可以猜得出来说 它的这个memory 比如说我如果是这个i i加1 i加2 i加3 所以它的这个送一个edges过来的话 它相对的就是这四个bank 同时可以access到不同的这个data 那不同的data实际上组合出来的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sequential的organization里面 它是一个连续四个word 四个word它分布在这四个bank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data access它需要几次 我们如果来算次的话其实它需要一次 那一次就是15个 15个这个bus cycle 所以我们这边以这第三种机制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address的transfer它一样是一个做一次 然后它的data access一样只需要一次 就四个bank 一个bank抓一个word 那你四个word抓出来之后 实际上你是sequentially的data transfer transfer这个data transfer到这个cache 所以我们这边data transfer是需要四次 那这样子的一个design的philosophy 最主要当然就是说我们的penalty最重的是这一个 penalty最重的是这一个 那既然最重的这一个 我们就是不要让它乘以4 我们就是让它 我们去optimize这个penalty最高的这个部分 那至于这个bus的部分的话 它相对的跟它比较起来就非常的轻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花费 就是这个精神去做这种high performance的这种bus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样子来算的话 它的bandwidth只有0.8 那0.8跟前面0.25比较起来 它快了这个三倍多 那跟这个0.94就只有差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第三种 这个interleaf的memory organization 接着课本介绍了这些advanced DRAM organization 我们这边很快地看过 就是同学大家只要知道 有这些名词就可以 那detail的同学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那我们知道说像DRAM这种设计 它是非常的structure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cell array 它都是这种memory cell 然后就是分布 就是像一个array一样 所以它有roll 它有column 它难的当然是难在 它的一个single cell 你要怎么去设计 然后你整个一个这么大的 然后而且是密度非常高的这种memory cell 你要能够如何提高良率 然后让它的这个timing 它的speed可以变得比较快 所以这个都是它困难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提到的说像这种DRAM memory 它可以access一整个roll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array的一个structure 所以你有roll access 你有column的这个access 那另外它这边有提到有一种叫burst mode burst mode它是说你可以从一个roll里面 可以用很快的一个速度 所以它说可以reduce latency 去提供这一种连续的这个word 因为反正你是一个structure的一个 是一个就是有很规矩的structure 自然而然有一些方式 可以提供类似像这种burst mode 那这个是一般的DRAM 那实际上比较快的DRAM 我们都听过 就DDR QDR 那DDR它就是double data rate DRAM 所以它等于是rise and falling 的crack edge 它可以做transfer 所以它可以把它data rate把它double 那另外一个quad data rate 就是4倍 它可以4倍 它除了这个rise and falling 它还可以separate input output 所以它的这个data rate 就是又是2倍 所以它这边QDR是4倍 所以这个目前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这一类的DRAM 那这边有一个图表就是DRAM的generation 然后想现在这个DRAM 介绍最详细的 应该就是韩国 韩国他们Sansung 他们现在是DRAM的霸主 他们现在听说好像市占率已经快要低近5成 就是全世界的DRAM的市占率已经快要低近5成 那我们台湾的DRAM厂现在好像 好像我们台湾的前三大的DRAM厂好像已经降到1% 有一加好像已经降到1% 还是已经1%的小数点下面去了 那个大概已经没救了 还有我们这边的图表 这个大概就是 就是它的这个DRAM的这个速度 一个是rho的access time 红色的是rho access time 蓝色的是column access time 同学可以看到它的速度就是一直降一直降 那即使再怎么降 这个其实bottleneck还是在memory memory还是不够快 memory还是不够快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最近有一些产业的变化 同学就是如果看新闻的话大概知道说 那个TSMC就是本来可能会有一只大燕子飞过来嘛 对不对就是如果明年可以吃到Apple的话 就有一只很大的可能不是燕子可能是老鹰 那结果那个Apple没有吃到 Apple的那个A6 processor 它是它下一代 Next Generation iPhone 还有那个iPad的这个 processor A6就是没有吃到 就被那个Samsung 又被Samsung抢去了 这个实在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 当然并不诡异 只是说你从Mrs Model来看的话 Samsung现在跟Apple在那边告得一塌糊涂 就世界各地在那边互告 它们实际上已经是正面冲突的敌人 可是Apple还是要去找Samsung 请它帮它带空做这个A6 那TSMC它为什么没有拿下这一块呢 那其实最主要还是在Memory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就是传言很多 它实际上是怎么样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后者的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有人有说Samsung它DRAM 因为是世界霸主 当然它那个不是DRAM 它那个绑那个iPad的那一个 反正就是它的Processor搭配它的Memory 它的Memory的价钱非常有弹性 因为都是自己家的产品 所以它的价钱比较有弹性 另外一种说法应该是 我是个人觉得应该是后面的这种说法 第二个说法是说 因为Samsung它掌握Processor 还有Memory的技术 同学大家都听过3D IC 这个是现在最新的 就是说大家在机体电路上面 这个制程它一直说一直说 说到后来已经快要说不下去了 虽然这个Engineer非常厉害 它还是有办法继续说 但是真的实在不知道 大概有人说可能10奈米差不多就停了 可是又有人说可能又有新的技术 可以再继续往下说 Anyway你的Shrinking的速度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快 所以我们如果还要再把IC做得更复杂的话 大概就是要做立体的 同学如果对第一章还有印象的话 IC本来就是立体 IC它本来就是像三明治 那时候我跟同学介绍像三明治这样堆点 可是实际上这边的立体指的是指什么呢 它指的是指这个带 我们前面跟同学提到的带 那带我们看到的这个晶片的封装 就是它里面核心最脆弱的就是一个带 那所有的电路都是生产在一个好像指甲 这么小的一个带上面 那是很脆弱 所以它要用那个比较坚固的封装的技术 把它包在一起 把它包起来 那你现在既然没有办法 把更多的电晶体塞到一个带里面 另外一个方法大家想到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把很多的带把它堆叠在一起 那很多的带堆叠在一起 这个并没有那么简单 同学说这还不简单 你用钉子 我用什么支架把它支撑 可是问题是钉子怎么做 然后因为那个都很细 那钉子在带跟带3D叠在一起 这是要把它贯穿把它接在一起的 因为带跟带之间绝对不可能是independent 它一定有讯号要在那边送来送去 所以你带跟带之间要有signal transfer 所以你必须要好像我们在同一个带里面 不同的金属层必须要用VIR把它贯穿一样 那现在这个技术就并不是那么的成熟 所以3DIC这部分的发展 就是现在有人很用心的在做 那像同学手上的手机 里面都有3DIC的技术 它3DIC的技术目前应用在memory 因为memory它就是需要面积小 然后密度高 你要把它塞很多 就是塞很多的memory 到在同一个area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area就是这么的大 那手机的area这么大 你把它摆圆圈摆进去 你一个圆圈很大 其他圆圈就摆不进去 所以它memory 你如果说把它平的摆的话 它可能就四倍的面积 那你把它堆叠在一起 它的面积就四分之一 所以现在用到的就是3DIC 那Samsung它们掌握了这种processor 跟memory的技术 所以它们应该也有办法把CPU跟memory 透过3DIC的技术把它堆叠在一起 所以它不需要CPU封装成一颗CPU memory封装成另外一个memory 你都封装完了 它基本上有两个封装 它有两个封装的IC 就非常占面积 它应该是有办法把CPUmemory 透过3DIC的技术 把它在带的技术上面 把它堆叠在一起 然后再把它封装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Samsung它们的优势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说 TSMC它们现在已经成立 就是成立一家新公司 它们说它们要自己做封测 封装测试 它为什么要自己做封装测试 因为它如果要做3DIC的话 它必须这些所有的技术 全部都是要自主掌握在一起 它才有主导权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这一类的新闻 大概可以知道说 这个产业的趋势 大概就是朝这样子在进行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Cache的Performance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说Cache hit 它的CPU它就可以顺利的 再继续往前执行 如果说miss的话 就必须要store 必须要做memory的access 所以我们可能要分析一下说 Cache的Performance 我们看CPU time的话 CPU time它包含了哪一些部分 这个当然就是既然现在里面已经有Cache 我们自然要把Cache 硬做的部分把它放到CPU time里面来 第一个就是Program的Execution Cycle Program的Execution Cycle 这边指的当然就是指说 它的Normal Execution 它完全不需要store 我们suppose它所有的每一个instruction 它都没有store 它的Cache都是hit hit hit 所以这样子完完全全就是在执行这个指令的时间 第二个部分就是当我们Cache发生miss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store store去做memory的access 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来自于Cache miss Cache miss要怎么算呢 我们就说这边是简单的一个model 它说memory store cycle它等于什么呢 它就是等于说你这个Program 你到底里面有多少个memory的access 然后乘上你的miss rate 乘上这个miss rate 你的这么多个memory access 再乘以你的miss rate 基本上你就知道说你大概发生几次miss 你发生几次miss 再乘以什么呢 你的miss penalty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是在乘以miss penalty 这样得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memory store cycle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就是从这样子观念来推导 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替换成这个 我们用instruction来看 如果是用instruction来看的话 当然就是说我们的Program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instruction 你平均一个instruction 大概会发生几次miss 这是miss的次数 这样子一乘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说 它总共发生多少个miss 再乘以这个miss penalty 是一样的 所以大概我们如果简单的 估计的话 大概就可以这样子来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cache performance 分析的一个例子 我们说这边有一个instruction cache 它的miss rate是2% 那data cache的miss rate是4% 那miss penalty是100个cycle 我们的base CPI 就ideal cache 每次都hit hit hit 我们说ideal 这个base CPI是2 两个cycle 那我们说我们的load跟store 就是我们要去做memory的access 不管是read或是write 我们就全部都算在一起 那它是占所有instruction里面的36% 所以我们说这个miss 平均一个instruction 它的miss所需要多花的cycle 到底需要多少 我们来看 第一个instruction cache 它的miss rate是2% 所以就是0.02再乘以100 因为它一次penalty就是100个cycle 那它的基率是0.02 一乘的话是两个cycle 那data cache呢 miss rate是0.04 就是0.04 那所以它的一个miss的话呢 就是0.04再乘以100 可是问题是它并不是每一个instruction 都是会去做这个data access 它会做data access的几率是36% 所以我们还要再乘以0.36 所以data cache的部分呢 就是0.36乘以0.04再乘以100 所以这样子total来看的话呢 有instruction cache的miss 有data cache的miss 我们再加上一个base cpi 所以这样total加总起来呢 是5.44 所以idea case的话呢 CPU可以run faster 2.72倍 2.72倍 比实际上 实际上还要快2.72倍 那这些miss的呢 完完圈圈都是来自于 就是这部分是instruction cache 这部分是data cache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算这个average的excess time average的excess time 我们来看就是说像这个hit time 就是说hit time 这个是对performance来讲 它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非常重要呢 同学可以发现我们刚刚的那一个例子里面 我们的这个hit rate高不高 非常的高 对不对 hit rate 这边它的instruction cache 它的hit rate是98% data cache的hit rate是96% 所以这么高的hit rate 表示说绝大部分它到cache里面 它都可以抓到它要的资料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已经让我们的hit rate 这么的高 所以有一项就非常的重要 什么呢 hit time 对不对 hit time 因为百分之九十几 刚刚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几率 不管是instruction cache data cache 它都是到cache一抓就到 那你一抓就到 你的hit time到底是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的average memory access time 就是缩写是am at 它就是hit time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miss rate 乘以miss penalty 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均 平均的memory 的access time 那当然绝大部分的这个机会 它都是使用到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optimize 这个hit time 那当然我们得到的performance的gain 我们就可以收获就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但是这边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average memory access time 就是hit time 再加上miss penalty 就是miss rate 所以miss penalty 这样子就会得到所谓的平均的memory access time 所以这边有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说CPU 它有one narrow second 它的class cycle是one narrow second 那它的hit time hit time是一个cycle 那miss penalty是20个cycle 那cache的miss rate是5% 所以它的average memory access time AMAT就是它的hit time hit time 再加上miss rate乘以miss penalty 那这样一成就是两个cycle 所以两个cycle就是两个narrow second 所以这个就是平均一个instruction 它的memory的access time 就是两个class cycle 那我们前面的部分大概就很简单的 把这个cache的一些观念就是介绍过了 那我们后面会跟同学介绍 就是另外就是比较general 就是associativity的cache的一个structur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performance的summer 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CPU的performance 它是增加的很快 当然这几年其实增加的已经不快了 它已经是call的数目 变成是朝call的数目在增加 那CPU它的calculator 它已经大概就是停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上次有跟同学提过 好像是已经有突破这个8GHz 还是10GHz 那个数据我已经不太记得的这个CPU 那这个部分他们也做了蛮多年的 那当我们把CPU的performance 一直提升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 什么重要呢 我们可以来想想看 就是说假设假设我们的这个miss penalty miss penalty 我们假设是用这个时间来算 就是说你cache miss的时候 你到memory去access的时间 我们假设default都是10个narrow second 其实它没有变慢 它没有变慢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clock 我们的clock假设是从以前的1GHz 然后变成2GHz 那1GHz变成2GHz 基本上它的cycle time 就已经是减半 对不对 那它cycle time减半的话 那你的时间 同样 比如说同样都是10个narrow second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 就是说它的miss penalty 它所需要的cycle的number 数目就怎么样 就加倍 就加倍 那这个加倍 加倍就不得了 因为我们在算 我们在算说 你一个指令需要几个class cycle 那你一个指令需要几个class cycle 就你的miss penalty 你的cycle number是加倍 那那个加倍数目相对就很受不了 所以这种都是比较的 都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这种miss penalty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以我们刚刚的一个例子来看 它的比重很明显的就增加了 它很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CPU速度要越快的话 你相对的你的浪费在memory store的部分 它时间所占的那个比例 比重它就会增加 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CPU的performance 我们的这个clock rate 我们的clock rate提高了 所以使得它 虽然memory它速度也是变快 可是它变快的 它变快的速度没有像CPU来的那么的快 所以两个都变快 但是这个快的比较快 然后这个memory快的比较慢 所以你转换出来的这种cycle number 它还是变多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变得就非常的重要 表示什么呢 我们在evaluate我们的system performance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一直就是在算 我们的CPU到底多快多快多快 那个是没有用的 你CPU做得再多快 结果你没有把你的cache 把它做得很好 跟我们的CPU搭配得很好 你最后出来整个 你整个average你的CPI 就是会被你的miss penalty把它拉下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evaluate 我们的cache的behavior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最后project 我们就是要写cache cache的一个simulator 让同学去模拟一下cache的机制 今天下课的时候 我们助教会跟同学介绍最后一个project 就是cache的simulator 接着我们就来跟同学介绍associative cache 其实我们前面介绍的direct map 它也是属于associative的cache 其中的一种 当然它就是一个天品的两个极端 in general的话 它不是fully associative 它也不是direct map 它是一个n way set associative的一个cache 什么是associative 它就是说同学都知道说 我们有一些机制 就是我们可以做 比如说你如果有10个element 我们如果要知道说 这10个element里面 哪一个是我要的data 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sequential scan 对不对 sequential scan 我们就可以找到说 这哪一个是我要的 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把10个element 就是同时imparal做comparison 就是做一个paral comparison 我们就10个同时去做10个comparison 你一笔比对完之后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说 我要的资料是这10笔里面的哪一个 这个速度当然是很明显 它是远跨于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sequentially的一个scan sequential scan一个一个一个看 你10个没有关系 你如果1000个的话 那当然你这个时间就会浪费很多 可是相对 你说10个我们paral comparison 我才10个comparison 那没有什么 可是你如果是1000个 那你要paral comparison 你要1000个comparison 这每头可能会皱了一下 那你如果说1万笔资料 那你要1万个comparison 这个大概下不了手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两个极端 一个是sequential的一个scan 那另外一个是 一个是fullyparal comparison 那这个都是一个是最快 一个是最慢 一个hardware cost是最高 那另外一个是最少 那这一种像我们提到的那种 Fully的paral comparison 它这种观念concept 就是所谓的这个fullyassociative的一个cache 那我们前面提到的direct map 同学如果还记得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memory 它对应到cache裡面去 只有一个location 只对应到一个cached entry 对不对 同学应该还记得 就是你一个特定的memory 它的一个location 你map到cache 它一定就是map到unique的entry 它不会说可以map到a 也可以map到b 它一定是只有map到unique的cache entry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direct map 所以memory数目比较多 cache数目比较少 所以它是一个多对一的一种mapping 那这一种就是multiple 就是multiple或者是n way 的这种set associative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memory map到cache裡面 它不是只能够摆在一个位置 它可以摆在好多个位置 所以这个n way它就可以摆在n个位置 它有n个地方可以摆 它可以n个地方可以摆 那fully呢 如果是fully associative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cache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摆 它是cache裡面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摆 如果说cache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摆 那它还需要做index去找block吗 它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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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直接全部做comparison 去比对说我到底在哪里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fully associative 所以它讲说 它允许一个given的block to go in any cache entry 你cache裡面的任何一个entry 它都可以摆 它都可以放 所以当然它也必须要 需要怎么样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必须要所有的entry 要同时search 就是同时做比对 那比对完之后 它马上就知道说 我要的到底是在哪一个entry 它就可以identify 哪一个entry把它找出来 如果说是n-way的set associative 它这个就比较有弹性 比较中道 它是说它一个set 里面有n个 有n个possible的entry 可以让你摆 所以当我们利用index 我们利用memoryaddress的index 我们对应到某一个set的时候 它只是告诉你说 你可以摆在这一区里面 但是这一区有n个位置可以摆 那你就看看哪一个地方是空的 你就把它摆进去 这个就是n-waysetassociate 所以它这边就提到说 n-way的set associative 它指的就是每一个set 有n个entry 一个set有n个entry 那我们的block number 就是决定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block number 它就是对应到哪一个set block number 它现在是对应到哪一个set 那用的方法 跟我们的direct map的方式是一样 同学 direct map里面是block number 这个n-way的set associative 是set number 是set number 所以方法一样 只是在这里面 我们把block number 用set number取代掉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block address modular set number set number得到的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block address 它对应到哪一个set 它对应到哪一个set 但是我们到这里 只知道说它对应到某一个set 我们不知道它在这个set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因为每一个set有n个位置 有n个位置 它不知道 by哪里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set里面的 这n个entry 同时做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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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比较 比较我们就知道说 这n个entry里面的哪一个 是我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先透过block address 然后用modular operation 然后去找到到底在哪一个set 然后再用paracomparison 在这个set里面 同时做n个comparison 它就可以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这样子的话 它只需要n个comparison 它不需要 就是你cash有多少个entry 就需要多少个comparison 所以相对的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贵 它的cost 我们可以降它的cost 所以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它就是左边是direct map 然后中间是set associative 然后右边是fully associative 这边我们同学可以看到说 这个direct map 这边它对应到这个位置 它一个block就是一个位置 这边就是一个block 这边就是一个block 它这里面 它就是比对说这个tag是不是它的tag 如果是它的tag的话 那就对了 然后这边 set associate 它这是two way 同学可以看到这是set 0 set 1 set 2 set 3 每一个set有两个entry 所以我一个block 对应到set 0 我可以摆这里 我也可以摆这里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摆 那到底是这里还是这里呢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set里面的 这两个entry entry 同时做search parallel search 然后一比对我就知道说它是摆这里 如果是fully fully associative的话 它基本上已经没有所谓的set number 这个东西了 它就是只有一个set 它只有一个set 所以你也不需要做modular 因为你怎么modular它就是 它本身就是只有一个大set而已 所以不用modular 你就是所有的cache里面 所有的entry 就是parall comparison 然后search search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direct map 还有two way set associative fully associative 这三种不同的机制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这边有一个例子 它是一个cache有八个entry 那这边列出了这个one way two way four way 还有这个fully 就是这四种associative 它的cache的一个structure 那我们刚刚提到 就有提到说direct map 它是这个set associative的一个极端 所以它是one wa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direct map 就是你对应到一个block之后 那这个block 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block 它没有说还有两个三个block 可以让你选 就是对应过来它就是一个block 所以这个就是one way 只有一个 那two way的话呢 这个就不叫block 这个就是叫set 因为它一个set的里面 有两个block 这边一个block 这边第二个block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block 两个block 所以这里就不叫block 这是叫set 所以它也是一样用block address 然后去modular你的set number 你就可以找到它这个要对应到哪一个set 那接着我们再从这个set里面看看 要摆这个block还是这个block 那因为每一个block 当然都有它的tag 所以同学不要以为说这个tag只有一个 好像说一个role只有一个tag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它这个tag它是跟block 它是在identify这个block 到底是不是我要的block 所以像我们前面讲的direct map 因为它这个你如果把它看成是set也可以 这个set只有一个block 它也只有一个block 所以这里面因为只有一个block 所以它就一个tag 那这里面因为它有两个block 所以它有两个tag 这个是这样合起来是一个block 这样子是一个block 所以这就是two-way 那four-way的话 那不管你是one-way或者是two-way 因为它是一个cache size 就只有八个entry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就是八个 那因为它每一个role 每一个set有两个block 所以它只能够有四个set 那你如果是four-way four-way就是变成你这边是两个set 每一个set是四个block 那如果是eight-way或者是fully associated的话 它就是就一个set 然后有八个block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后面它会讨论到一些情况 那这个情况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什么呢 就是类似我们前面 跟同学提到的这个cache size 就是说cache size是固定的 那你cache size是固定的话 你的block size要大一点比较好 还是小一点比较好 那这个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的cache size是固定 那所以我们的block如果太小的话 你每一次抓一个block抓到cache裡面 你有用的资讯数目非常少 所以我们利用到的locality 就不会那么的使用力 利用力不会这么的高 所以它的效果比较不好 那你要提高你的block的size 可是问题是你的block size 如果太大的话 相对的你的block number 你的block number这边就会变少 那你变少的话 就是等于你要竞争一个block 的竞争者数目就会变多 所以你的miss rate反而会提高 所以你的block size只能够高到一个数字 那我们大概就是要去知道说 它大概定在什么地方 我们会得到最好的一个hit rate 所以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实际上这种associativity 它同样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因为就是说比如说 那我们这边这个fully 我们这个fully associative 就是我们就不用去管说 它进来之后到底要 要摆什么地方 不是说不用管它进来 要摆什么地方 是说我们不用去做mapping 我们不用做mapping 然后进来看什么地方有位置 它就可以摆 所以你整个cache里面 你只要有空位 你进到这边你就可以摆 进到这边就可以摆 可是像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假设 我们这边有人 然后我们假设是这样子好了 我们发现说这个cache里面 其实也使用力差一半而已 对不对 这样子的cache的使用力差一半 可是如果我下一个map到这个set 我如果map到这个set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set里面一定有人要出去 因为它已经满了 一定有人要出去 它才可以进来 它才能进来 这样子的话 就会感觉好像说我们都把这些 这些明明都是空的 但是实际上它因为有分set 所以你这样子它就必须要去 去做一个replace的一个动作 它可能就会多了这种所谓 就是说被搬出去 被搬走的这一个 万一之后又被access到的话 它就是miss 它就有miss penalty 如果是像这一种的话 我们比如说我们只用了这四个 你下一个再进来就是它 如果说下一个进来 它就可以使用到下一个进来 如果下一个进来又是这个set set1 它又要replace掉一个 可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一个进来 它还是有位置可以摆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的话 这个机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使用这一种 Fully associative的话 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提高它的这个 就是可以减少它被人家一直在那边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可是这个代价太高了 这个代价太高 因为我们不可能隐许 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cache size 目前都还不会太小 当然跟我们的map memory 比较起来是小非常多 但是它的数目的话 你要用这一种Fully associative 除非你是一个high performance的一个机制 你的target是非常high performance 那你不管cost有多高的话 大概就是可以用这一种 不然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在我们的cost 跟我们的这一种2-way跟4-way 或者是它有很多 如果有很多种choice的话 我们必须要取得一个balance 就是希望它的这个heat rate提高 又可以minimize我们的hardware cost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 它就是比较这个 就是比较这三个不同的机制 然后看看哪一个hit rate会比较高 这边它告诉我们说这个cache 就是有四个 就是说它是四个block的一个cache 然后我们说这边是direct map 或者是2-way 或者是Fully associative 我们的block access的sequence是08-068 那我们就来看这三个不同的机制 那它大概它的这个hit跟miss 它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因为它有四个block 然后它是1-way 所以它是 它这个direct map它就是1-way 所以它有四个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有四个set 每一个set就一个block 所以这边是0-1-2-3 所以我们说08-068 0当然是放在这个0 那这个8呢 modular4 它也是放在这个0 然后这个0也是放在这个0 那6呢 但是modular是2 所以是摆这里 然后这个8呢 又摆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set非常的忙 它0先进来 之后8进来 它把0踢掉 然后之后0又进来 当然它进来之前先把8踢掉 然后0再进来 那接着呢 这边是6 它这边在这里 然后接着呢 又一个8 8又把0踢掉 变成它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它全部都是miss 在这里面有五个access 它全部都是miss 那全部都是miss的话 这当然是最糟糕的结果 那如果我们看它是一个2-way 也就是说它有四个block 然后每一个set有两个block 所以它总共有两个set 所以它总共有两个set 所以set0跟set1 所以我们只要去把它的block address modular2 modular这个set number 我们就知道它要放在哪一个set 所以这个0呢 它是摆在set0 就是摆这个位置 接着8呢 它modular2也是0 所以它也是摆在set0 那这里面set0它有个空位 所以它就摆在右边的block 那第三个它access0 所以它又在set0这边找到它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hit 那6呢 6 我们说这个modular2也是0 所以大家都想摆在set0 那set0已经满了 那set0已经满了 所以我们suppose是把这个8踢掉 所以我们就6进来 8出去 那下一个呢 access这个8 然后结果呢 8又找不到 结果8又把这个0踢掉 然后8进来 然后这边就最后的结果就是cache的set0 里面有8跟6 同学会说我们这边来看说 我们5个access只有一个hit 4个miss 同学会说我这边搞不好我当初不是把8踢掉 我是把0踢掉 对不对 有可能我把0踢掉 然后6进来 然后8保留 那如果8保留的话呢 最后一个8就会什么 就会变hit 就会变hit 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把8踢掉 而不是把0踢掉呢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要决定说 到底要把谁踢掉 我们这个不是玩大风吹 不是说大风吹 然后就全部站起来 然后赶快再重新再站位置 这个不是大风吹 它会去看说 一般如果可以的话 它会去看说哪一个使用率比较高 哪一个使用率比较低 那使用率比较高的那一个呢 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使用率比较低的呢 那一个我们就把它踢掉 这个是理想的情况 如果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机制 就可以去记录这个使用率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看 那以这里面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呢 其实不用看什么它使用率有多高 多怎么样 同学可以看到说 我们6 X6的前一个是X谁 X0 对不对 那这个0呢 是hit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0呢 在cache里面 它才刚刚被access到 那你0刚被access到之后呢 接着这个0跟8你要选一个把它踢出去 你会选0还是要选8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选说 我们就把8踢掉好了 因为8它都没有被用到 这个0呢刚刚才被用到 就locality来看的话呢 0刚刚被用到 所以可能很快它又会被用到 所以这个0应该要把它留下来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机制 我们就知道说 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应该是把0留下来 把8踢掉 然后把6摆进来 所以这种就是简单的判断说 它是使用率比较高的 的一个block 所以它应该要reserve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2 way set associative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fully associative 那fully的话呢 它就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摆 所以我们同学看到说 这个block0进来 就摆这一个 那block8 就摆旁边这一个 那block0呢 hit block6呢 就摆第三个 这没有什么好抢的 空位多得很 就慢慢填 当你全部填满了 这个时候再来抢 所以这个6呢 就摆在8的旁边 然后再接最后一个 xs8 hit 所以就0 8 6 全部都在cache裡面 所以这个就是fully associative 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明显看到的 就是说 它的hit rate是最高的 刚刚把这一部分的associativity 跟我们前面的cache 跟block size做一个连结 那个连结是连结错的 做的一个错误的连结 因为这边是在指这个price 它的cost是比较高 并不是说你的fully associative 会降低它的heat rate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极端的天平的两个极端 一个是direct map 另外一个是fully associative 中间就是n-way n-way的set associative 到这里同学有没有问题 这个cache的一大重点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cache的重点不外乎 就是第一个它的structure 它的印作的机制 它的structure印作的机制 大概就是 就是associativity的三种type fully 然后direct map 然后还有n-way 另外一个就是miss penalty 我们要如果去算cache 它的penalty 把cache的影响放到CPI裡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block size对cache 它的performance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边讲说how much associativity 它说increased increased的associativity decreases mix rate 当我们的associativity 这种程度提高的时候 我们会降低我们的mis rate 我们会降低mis rate 但是这边有个重点 它说但是你一直往上提一直往上提 它不至于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说 你的block size大到一个程度 它的mis rate反而会提高 反而会就是mis rate原本是一直降到后来 反而就往上飘就提高了 它不会像这个样子 但是它会怎么样 你的回报越来越少 我们原本说我们从2way变成4way 你发现说这个mis rate降下去了 我们再把4way变成8way 它又降了 然后我就想那我是不是一直提高 这个associativity 可以这样子一直往上拉呢 hit rate一直往上拉 mis rate一直往下降 它这边告诉我们说 其实它好像会麻痹 它的这个 你得到的这种效果 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边我们看到说 我们的一个simulation 它是64KB 它的data cache 它的cache size是64KB 它是16个word 每一个block是16个word 它的这个run 这个spec 2000的这个benchmark 它说1way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mis rate 是10.3 然后2way 8.6 同学可以看到 从direct map到2way 它很明显有一个gap 明显有一个gap 就是到这里 那2way到4way 它就变成8.3 它也有降 但是它还是8 那接着呢 4way变成8way 它也有降 可是它还是8 它还是8 那这边降了1.7 这边降了0.3 这边降多少 0.2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提到的diminishing returns 我们一直提高它的associativity 实际上并没有办法 就是说好像说 我们可以这样一直降 越降越多 它的gap程度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这边用一个例子来看 这个set associative的cache organization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这边有256个index 也就是说我们有256个什么呢 256个set 所以这边256个set 我们这边就是8个bit 来index 这256个set里面的 某一个特定的set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的这个index 找到了这个set 就找到了这个set 但是这个set 它这边是1234 它是4way 它是4way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4way里面的哪一个是我们要的 哪一个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是要这每一个way 4way都跟我们的tag 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这边的tag 就过来跟第一个way 这个4way里面的第一个block 做比较 然后接着这个tag 它也跟第二个block做比较 它也跟第三个block做比较 它也跟第四个block做比较 它也跟第四个block做比较 这个是一个parall search 我就从这4个block的tag里面 同时跟我的这一个要找的这一个 这笔资料 它的tag parall search 找到之后 假设有一个是一笔是相等 这里面会不会有两个是1呢 会不会 当然不会 只有一个是1 最多只有一个是1 最多只有一个是1 当然它会miss 当然它有可能会miss 最多它要嘛就四个都0 要嘛就其中有一个是1 所以同学记得这四条线 这四条线只有一条会是1 这四条线最多只有一条会是1 最多 当你是hit的时候只有一条 当你miss的时候这四个全部都是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四个open 我们用一个or 有or 这边就会有所谓的hit 当然每一个block的valibit 前面已经end过了 前面的每一个block的valibit 都确定要都是1 然后还有tag是match 这样子就对了 所以我们这边如果有一个match的话 我们就会透过这边 这边有四个block 那四个block就透过一个4对1 4 to 1的multipressor 就会选出一个block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set associativity set associative的cache organization 那这里面同学可能会觉得 比较奇怪的就是说 这个4 to 1的multipressor 它的input selection 为什么会是四条线 对不对 我们4 to 1的multipressor 不是都是2 input selection吗 对不对 同学还记得multipressor 你如果是4 to 1 它的input selection就是2 bit 8 to 1 它就是3 bit 对不对 它是3 bit 这只是4 to 1 你不是应该要2 bit吗 那一同学 那它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再有四个加碗 那只有一个会变 会变成另 但其实它看起来不是正正的 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没错 这位同学完全答对 它不是一个我们以前提到的 什么4 to 1 multipressor 它就是一个2 input selection 因为你2 input selection 那两个2 input 它有可能同时会是1 那两个input 就是00选0 然后01选1 10选2 11选3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这两个input selection 所以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 我们一般以前看到的是这一个 就是这边有2 input selection 那一位同学解释的 他解释的就是这一个 我们那4条线 我们这4条线 就是这4条线 就是这4条线 它已经都4条线 最多只有一条会是1 它等于是已经解码过了 它等于是已经解码过 它就是只有一个情况会是1 所以来做一个end 就可以4个选1个出去 这是比较minor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比较细心的同学看到 可能刚开始觉得怪怪的说 它怎么不是2选1 不是两个input selection 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replacement policy replacement policy replacement policy 这是指什么呢 这是指我们刚刚跟同学提到的 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end way 它是一个end way的一个 set associative的一个cache structure 我们知道说如果angle slot全部都填满了 下一个block要进来的时候 你就要把一个踢出去 这边我们提到的就是说 direct map 它没有choice 因为它是one way 它就是一定是把存在里面的那一个把它踢掉 你可以说它的replacement policy就是在里面的就是要离开 原本在里面的就是一定要离开 因为它只有一个位置 所以no choice 如果是set associative的话 如果它有这种nonvalid entry nonvalid entry 当然就是指说那个entry是empty 是空的 当然我们就是放在空的地方 如果它的每一个entry都已经有人用 我们就必须要选一个 选一个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list recently used 我们缩写就是叫lru 你可以说最常使用的那个要留下来 因为它可能有好几个要选一个 所以我们不要讲说最常使用的要留下来 我们是要是选一个要把它排除 所以我们是要选一个 那选一个的话 那个就是最少被使用的 选一个最少被使用的 就是最近最少被使用的那一个 我们就要把它排除 所以这边就讲说choice the one unused for the longest time 我们就选一个说最长时间都没有被access到 其他留下来的那些被access到的period 都比它还要来得短 就只有这个是最久的时间没有被access到 所以举个例如果有四个在里面 一个就是前一次access到它的就是一个cycle 然后第二个前一次access到它的是两个cycle 然后前一次access到它的是三个cycle 前一次access到它的是四个cycle 那当然就是那四个cycle的那一个就是最长的 它被就是没有被使用的时间是最长 那一个就要出去 那一个就要出去 那其他的就留下来 那这个理论上来讲是最make sense 可是就这个reality来看的话 你要去implement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实际上是有难度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n-way 你要每一个都要去maintain它的使用时间 那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说你可能你的这个机制 的复杂度的overhead会太大 所以我们后面大概有会提一下就是说 这一种机制它可能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取代 就是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但是它没有办法exactly就是说 我真的就是找到那个最长时间没有被使用到的 你要这个的话你要去记录每一段 每一个没有被使用到的时间有多久 所以这个比较不好 所以它讲说two-way simple four-way manageable 那你如果是beyond four-way 那会怎么样 too deep-car too hard 你要去真的是realize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基本上是有困难度 那所以说另外有一种就是random 它就是random 那就是反正就random 就是如果说它的associativity的数目是很高的话 那它就是直接就是random 就是只要满了它就随机就取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是最没有overhead 你要去imprint这个lru这样子的机制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multi-level的cache 那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是这个CPU 然后cache memory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的这个CPU 它并不是只有一层cache 它可能有这个level1cache level2cache 那甚至有一些更高档的 比较贵的它可能是level1cache level2cache level3cache 它有3-level的cach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ulti-level的cache 那我们这边大概也是 就是就观念上面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们说这个最主要的primary cache 就是attached to cpu 直接它是非常的小 然后但是非常的快 它很小 当然它很贵 它很小就是因为它很贵 然后它也非常的快 它算是最快 那level2的cache 它就是service misses from primary cache 它意思就是说CPU 它要读资料先到primary cache去读 那最好就是hit 最好都hit hit hit 所以它就在primary cache就解决 那如果primary cache miss的话呢 它不是到memory 它到level2的cache second cache second level的cache 它到level2cache 所以这个level2cache 它专门是serve 就是primary cache的miss 那这个level2的cache 它就比较大 它的size比较大 那当然它也比较慢 相对于primary cache相对比较慢 但是它跟main memory比较起来 它还是快很多 它还是快很多 那所以接下来第三层才是什么呢 才是这个main memory main memory就是你的l2 cache 真的又miss 它真的又miss 那好吧 那不得已之后 就是到这个main memory 就是这样子 这边就是2level的cache的架构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边就我们刚刚提到 有一些high-end 它有三层的cache 那同学说 那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你可以用2层3层4层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的primary cache 它的特点应该怎么样 level2的cache它的特点应该要怎么样 这边指的特点不是指说 primary cache是small and fast small but fast 然后level2的cache是larger but slower 不是指这个特点 我们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在design primary cache 跟我们design level2 cache的时候 我们要focus它的optimization 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们要optimization的 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optimize它的hit time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optimize它的什么 miss rate 就是hit rate 就是hit rate 所以我们可以optimizehit time 我们也可以optimizemiss rate 同学说 那我就两个全部都optimize 当然两个全部都optimize最好 但是你只要是optimize的东西越多 你的代价就越高 所以我们总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可行的 我们让同学猜看看好了 同学猜看看 同学觉得primary cache 我应该要optimize hit time 还是miss rate 那反过来level2 cache 我应该要optimize hit time 还是miss rate 对 快要投票了 我们来预演投票一下好了 同学觉得primary cache 我们要optimize miss rate的举手 同学勇敢举 所以我们再举第二个 那觉得primary cache 要optimize hit time的举手 那其他人呢 独立候选人是 有没有同学要讲个理由的 就是你觉得说我应该要optimize hit time 或者是miss rate它是什么原因 这边有两个level 那第一个level是对CPU负责 primary cache它是对CPU负责 那同学可以想想看 就是说CPU就是它在primary cache找到资料 这是它最高兴的 那万一它没有找到资料 跟one level的cache organization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对 如果是one level的cache 如果是miss的话 它很头痛 为什么 因为它就要去对付 直接去跟那个超级超级慢的 就是很慢的那个家伙 跟它要东西 所以它要等很久 所以这是只有一个level 所以对CPU而言 它很怕miss 对不对 它很怕miss 你一旦miss的话 它完蛋了 它要去等memory 可是如果说是two level的cache的话 你到primary cache 你去跟它要资料 你miss 它会怎么样 它还有level2 它还有level2 所以就这个怕miss rate高的 应该是level2还是level1 同学说level2 没有错 我怕miss rate高的应该是在level2 因为你level2 你一旦miss 你就怎么样 你就要面对memory memory 这个是大最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他们在optimizelevel2的时候 他们是要去optimize这个miss rate 因为它很怕去面对memory 但是它在optimize primary cache的时候 当然你miss rate是越低越好 但是它的focus point反而是什么 是hit time 因为你的miss rate再多低 你的miss rate再多高 基本上它的miss rate还是相对的是非常的低 绝大部分全部都是hit 绝大部分都是hit 少部分是miss 所以你绝大部分都是hit 当然我要把ever把它focus在 optimize hit time 因为CPU绝大部分都是hit hit hit 在primary cache上面就是绝大部分都是hit 所以它就是要去optimize hit time 当然你可以说我要把hit rate 比如说从90%我要把它加到95% 当然也是可以 只要你觉得这个ever花下去是值钱 是够efficient 当然你可以做 要不然的话 其实你倒不如你就focus在你的hit time optimization 你的hit time够快的话 你90%以上全部都是hit 所以得到game相对是比较大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设计的哲学 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子来看 这样子来分析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make sense 就是primary cache optimize hit time level 2 cache optimize miss rate 那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跟同学提到的 这边同学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 我们就来看一个multi-level的cache的example 我们说给定这个CPU的base CPI 它是一个clock cycle 那clock rate是4GHz 那我们的miss rate呢 是2个percent 2% 那我们的memory excess time呢 是100个nearosecond 那我们说如果说只有primary cache 就只有一个level的cache 我们来看说我们的miss penalty呢 miss penalty它是什么 首先我们这边的excess time 是给100个nearosecond 然后我们先把它转换成cycle number cycle number 所以我们100个nearosecond 除以0.25nearosecond 这4GHz 0.25nearosecond 那一除呢 我们知道说miss penalty 天啊 这是400个cycle 你说时间很快 但是你换算成cycle number 你就觉得说400个cycle 实在是太多了 你简直可以执行400个instruction 所以这是400个cycle 所以我们effective的CPI呢 它是1加上什么呢 0.02 它的miss rate 0.02再乘以400个cycle 所以这样子一乘出来 就变成9个cycle 所以我们的CPI 从原本的1个变成9 变成9 这个相当的大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2 level 我们来看2 level 就是说我们假设 我们有这个2 level 就是一个level2的cache 它的excess time 是5个nearosecond 那它的global的miss rate 那这一边你在level2的cache 你一旦miss之后呢 你就要去面对mammary 所以我们这边的mammary 前面提到的这一个400个cycle 就要出现了 这是在level2 那它的miss rate呢 是0.5% 0.5% 所以这边我们说 这个primary miss with level2的 这个hit 它的penalty呢 这是5个nearosecond 除以0.25nearosecond 我们得到说它是20个cycle 这个不是 这个是primary miss 然后要去level2的cache 讲错了 这边是level2cache的excess time 所以这个level2cache的excess time 指的是指 primary cache miss之后 它的penalty 你要到level2cache 来做一个read 所以它是花5个nearosecond 所以这5个nearosecond 转换是20个cycle 这20个cycle 指的是指 我们的cpu到primary cache去read的时候 当它miss的时候 miss它必须要到level2 level2的cache去read 它要花20个cycle 所以跟level2cache miss 要到memory 它要400个cycle 来比较 20跟400 相对的是少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 primary cache的miss 它的penalty是20个cycle 然后level2cache的miss 它是400个cycle 所以这边就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值 它的CPI 就是原本是base是1 然后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 0.2%的miss rate 2%的miss rate 这是指primary cache的miss rate 所以它要乘以20个 cycle的penalty 然后这边还有0.5的miss rate 是在level2的cache 所以0.005乘以400 所以400还在 可是这个已经被降到0.5% 所以这个scale就差很多 它就从9降到3.4 不到3倍 接近3倍 它就是2.6倍 就跟我们的只有一个level的cache 来比较的话 它的performance可以提高2.6倍 所以这边multi-levelcache的consideration 基本上就是刚刚跟同学讨论的 就是这边主要focus在optimize它的hit time 那这个second level level2的cache它的hit time 当然一样是有impact 只是说相对它的impact没有那么的大 你有f rate要去optimize它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first priority 当然还是要去optimize level2的miss rate 要它越少越好 所以我们这边讲说level1的cache 它通常小 就是说跟单一个cache来比较的话 只有single level来比较的话 它通常都是比较小 它通常都比较小 然后level1的block size 它也是比level2的block size 还要来得小 这个当然是会比较小 因为你level2的cache 它的cache size 想也知道它应该会比level1的cache size 还要来得怎么样 还要来得大 一定是它的cache size 这个cache size一定比较大 这个cache size比较小 它的block size当然也是要比较小 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 我们前面提到这个advanced的cpu 跟我们这个cache它的interaction 这边其实它没有说什么 它讲的就是 都是我们前面提过的 比如说它这边提到说dynamic scheduling 叫out of order的cpu 比如它可以执行 就是说它也是这样可以执行instruction during cache miss 它可以不要store 它可以去执行 那为什么它可以执行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out of order 有一些可以事先执行的 就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反正现在 这一些functional unit 你如果不执行它的话 它也是在那边idle 它不能执行 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指还没有ready 还没有确定 或者是它不知道是要做这个 还是要做那个 你让它idle 你倒不如就直接让它做了 那它做了以后 它可能是白做 它有可能是猜对了 做对了 所以就是必须要pend 它必须要pending它的store 它必须要等 就是等到说最后它已经决定说 它已经知道说它前面 它先做 不应该先做 不应该做 它先让它做的 它到底执行的状态是对的还是错的 它只要确定 它的执行状态是对的 那它就可以write进去 它确定了 这个都是我们前面提过的 所以它这边特别就是指到说 cache miss 其实一样你也可以让它做 但是你就是必须要去pending它的right的operation 所以这个但是就是说 我们要去分析这种program 当然是会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cache跟software的关系 他说interaction with software 他说miss当然它会depend on memory access pattern 它会depend on memory access pattern 这个基本上我们有做过一个实验 不过我那个实验已经不太记得 当然我不是为了上这门课去做那个实验 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research的work 做的一个实验 我们把pattern的顺序把它搬动之后 它的performance可以快好多倍 我们猜测应该就是 猜测就是因为它的cache的关系 就是你把资料存到array裡面 你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慢无目标的 sequential的这样子 你就是A0 A2 A3这样存 有一些资料它是有关系的 你把那些关系把它用一个你觉得有意义的 它在读资料的时候 它在读的时候 就一次把那一块全部都读进去 你如果不做这些arrangement的话 你就随意把它存在一个array裡面 其实它在读的时候 你读一块进来 它不见得会利用到locality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安排之后 把它读进来 那一块读进来 大部分都是会被使用到 这样子整个program的效能可以快非常多 这是我们做过的实验 他这边他就讲到这一个 这个我确定是这个样子 他说missed panel memory access pattern 你access pattern不一样的话 你的效能就会不一样 所以dependent on 你的arrangement behavior 也dependent on 你的compiler的optimization for memory access 因为不同的compiler 你的optimization mode 它所产生出来的code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家的compiler 他们的技术 就是说当然不尽相同 所以他们产生的这种memory access的instruction 当然也就不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 右边这张图 其实它要强调的是 第一个algorithm的behavior algorithm的behavior 就是它不同的algorithm 它实际上是会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 这边是说你平均一个item 大概需要几个instruction 你平均一个item 大概需要几个class cycle 你这边是一个item 大概会有多少的catch miss 多少的catch miss 你会发生多少的catch miss 同学可以看就quick solve quick solve而言 它是比较可以理解的 quick solve它就是 quick solve它就是一直 就是说比对swap之类 它是item的size 它的树木叶多的话呢 它这边是缓慢成长 缓慢成长 然后缓慢成长 上面拉上去 那上面这边 为什么会拉上去呢 这边为什么会拉上去 它的catch miss 为什么会拉上去 you canunlize 所有的array 没有nondustic in part 所有的array 所以同学答对了 就是说你看你的item 你的item的数目越来越多 所以基本上你要放catch 你要把它搬一个block 搬到catch裡面 你大概没有办法把所有的item 全部都搬到catch裡面去 所以你这边会往上拉 那这个quick solve它比较可以predict 那radic solve radic solve它比较奇怪 那radic solve它本身它的做法就比较奇怪 比如说你先scan它的个位数 然后它是用bucket 对不对 你就根据它的个位数把它丢到它不同的 对应的bucket 所以你第一次个位数做完以后 它等于是把个位的做一个收挺 那它这个做一个收挺 它不是在那边swap 它是一个顺序做一个很大的转变 它是sequentially丢到bucket裡面 然后再从bucket裡面再把它抓出来 把它串在一起 把它串在一起串成一个sequential的一个order 这个operation跟我们一般的sorting 就是做一个旁边的一个比对 就做一个比对 然后做swap 这样子 因为你比对swap 基本上这个比较会有那种cache 因为你都是使用到周围的这种item 所以你对cache比较会有这个locality的这种现象 那radic salt它就不是这个样子 你丢到bucket以后就抓出来 然后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后 接着又比对这个十位数的digit 然后再把它丢到不同的bucket 所以感觉它的这个element 它的这种变动是非常的大 它的变动非常大 它不是这种sequential的 的这种move的这种移动 所以这个东西它比较没有办法predict 像这个quick salt这样子 它就是我们一条很漂亮的一个curve 这纯粹是algorithm的behavior的问题 所以你不同的演算法 就是会让我们的这种cache的operation 它可能增加它的misrate 我看我们这个留到下一次再讲好了 就是这样子 不会说这边讲了一页下一次 同学又对virtual memory 又不太有印象 那个lab6就是 要大家写一个cache的simulator 那需要写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们会 我们会有 你就写一支simulator 然后它又可以吃一些参数 这个参数比如说像下面这里 有看到它的档名是什么 那档名通常就是比如说 chase1,chase2,chase3这样 我跑一次程式就是吃一次的档案 那接下来要可以吃就是 这个cache的size有多大 然后它的line size是多少 还有就是associativity是多少 然后还有它的policy是 那个first in,first in,first out或是lru 这样有问题吗 重要的地方大概是这里 这个你要用c或c++写都可以 对 那那个 嗯 就是 嗯 input的话大概会是像这样的格式 就可能是一些memory的位置之类的 就像课堂上上的一样 那每一个档案就是会有 有一些一连串的位置 那 檔案结尾的话可能 大家用eof来判断会比较好 因为可能会有好几个位置之类的 它可能不是固定的 那你就一直吃一直吃 吃到eof 这样 听得懂eof是什么嘛 就是 檔案结尾 嗯 还有就是 呃 所以 刚刚说的话 我在comment line下的指令 可能会像这一行这样 就是 你的城市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然后党名 党名 然后它的line size 跟associativity 跟它的policy 然后 哦 最后的话就是你要输出像 这一个output output格式的东西 这样 这样可以吗 那 请大家就是 呃 我们会 就是这一组嘛 这里 这里有一组 对不对 请大家这一组就是 一定要全部都测过 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通常 基本测支的分数 都会给的比较高 那 请大家就是 这一个一定 就是把它全部都测对 这样的话 我想大家分数 应该都会蛮好看的 那我们可能另外 会再多测一组 或两组而已 我刚刚意思是说 比如说 trace1 你的policy 就是first in first out Lru 这些都要测过 那associativity 就是 可能一二四 或这些都 你最好都测一下 那最后就是 环境的问题 环境的话 就像刚刚同学问的就是 你C或C++都可以 那 你要run在 Linux或者是 Windows上都可以 那Linux的话 就是用 自工器上的工作站 那或者是 你有自己的server 也可以跑在上面 那如果 如果 没有这些环境的话 你也可以用 Visual Studio 那有 那有没有 有没有人其他 是用别的环境 我没有讲到的 因为像devc++ 这些就是 你也可以 放在Visual Studio上 你就用 那个 IDE跑就可以 那大家有其他问题吗 在Visual Studio上面 怎么可以 看得到 我们的上司 是不是 会有 common line的 argument 像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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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對對對 如果 我想 Visual Studio 可能 沒辦法像Linux 跑一個 沒辦法 跑一個script 那如果 如果 我們 我們知道怎麼跑script 我們會把它放在 就是E3上 就讓大家知道怎麼去用 那目前如果 就是 假設大家都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成standard input 這樣可以嗎 只是這樣的話 就是demo時間 可能會稍微長一點 那沒有問題的話 那沒有問題的話 lab6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可思考